我 文烈 我 什么都别说 是否怀孕呢 还要做进一步检查 你的年龄如果怀孕的话 应该算是高龄产妇了 所以你一定要格外小心 但是也不必太紧张 精神上一定要放松 我给你开一点药 回家你先吃着啊 谢谢 喂 莹洁 医生怎么说 医生说还要做进一步的检查 平时要多注意休息 行 那就好 我直接到家看你 好 再见 嫂子 你怎么来了 乃刚去中介看了 最近行事不错 这房子只一百二十万 趁这行情好啊 赶紧卖 罗公 嫂子 你在说什么呀 这房子刚刚买 干吗卖呀 我说你跟俺装什么算呢 这房子首付款里 有南无老家拆监费二十万对不 哪也不跟你夺要 到时候你跟俺凑个整数 还南无三十万 三十万就成 嫂子不是跟你说了吗 这个钱一定会还你的 但是这个房子现在刚买 刚装修我们一定会住下去的 只是现在一下子拿不出这么多钱来 你是说你跟英杰还住在 南无老家拆监费 那女的都怀上了 嫂子 你别胡说八道的 这种事能胡说吗 那今天下午 看那女的去到妇产医院 出来啊 还有给英杰打了个电话 报了个平安呢 我说你怎么知道 她是给英杰打电话 我看你还是真不知道啊 这事我能骗你啊 哪以为你跟英杰早离了你了 这不可能 反正啊 俺的意思你也明白了 你自己慢慢想想 俺就先回去了啊 反正俺的意思你也明白了 走这么着了啊 俺不是忘了 走这么着你慢慢想着啊 走 英杰 你要的水果我给你买回来 我现在什么都不爱吃 就爱吃水果 你先坐着休息一会儿 我把这个洗一洗 我来洗吧 不用 还是我洗吧 人家都说酸儿辣女吗 最近啊 我就爱吃一些酸酸甜甜的东西 我在想 那咱们的孩子肯定是个男孩 怎么啦 怎么了 喂 哪位 请问陈殷杰在吗 她出去办事了 您哪位啊 我是她爱人 我找她有点急事 嫂子呀 她去孟总家送文件去 孟总 男的女的 女的 喂 喂 嫂子 请问一下 孟总家在哪儿 她家在 相树公馆 八零六 这烦衣怎么那么疼 这一个多星期都是这样 白天特别难受 晚上还醒 人家不都说吗 做母亲特别伟大 尤其是在怀孕的时候 什么困难都能扛得下来 我现在特别能体会 这句话的意思 刚才我说生个男孩的时候 你怎么不说话呀 孩子生下来健康最重要 男孩女孩无所谓 我不管 你现在已经有沙沙了 我一定要替你生个大胖儿子 男丽 我 什么都别说 我 别说了 这 还是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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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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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你 你 你 白莉 你听我跟你解释 白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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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听我说 说什么 我 我 为什么会是她 我 我把她当朋友 你跟她一起来骗我 对不起 对不起 白莉 你为什么这样对我 对不起 我一心都不在这个架上 在您身上 在沙山身上 我把最好的都给你们 为什么这样对我 白莉 对不起 对不起 白莉 白莉 你不是要跟我扶我吗 你在见我 你在见我 白莉 对不起 你让我觉得恶心 白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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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白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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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衝贝 白莉 白莉 粉 complicado 爸爸要跟妈妈说点事 你到里面去做作业了 我想我们两个 能够冷静地谈一谈 你放心 我不会赖着你的 我跟莎莎不会拖累你 我不是这个意思 这不是你想要的吗 我知道 这件事全是我的问题 你要是个男人 你敢做就要敢负责任 你我原谅 白礼 不管你信也好不信也好 我跟孟倩真的分手了 你能原谅我吗 原谅 我差点都忘了 我们早就不是夫妻了 孟倩怀孕是事实吧 我现在应该恭喜你 那你就不为莎莎想想 你跟她在一起的时候 你想过莎莎吗 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 我知道我对不起你 也对不起莎莎 你什么都别说 我不想听你说话 我是真的想再来跟你们好好的生活 咱们重新开始不行吗 我重新开始 你这是在骗我 骗你自己 我知道我现在说什么 你都不会信我了 这么多年了 我为了你辞了工作 照顾你们两个人 你那个大嫂三天两头的来要钱 我还得陪着笑脸的答应她 我这是为了什么 为了谁 你盼着良心你好好想一想 百丽 你 你走吧 我不想看到你 百丽别这样 百丽 你不走是吧 你不走 我走 别别别 百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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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开 妈 莎莎 跟妈妈到姥姥家去好吗 不 你爸爸不要我们了 爸 妈妈说的不是真的 不是真的对不对 不是真的 莎莎 爸爸会跟妈妈好好谈 不会有事了 妈 妈 不会有事了 我妈 妈 我说的 不 我看他 我怎么没进行 女士 那么 她 我的家 女士 她 她 母 喂 我是白丽 我要跟你谈谈